把我做的公式一樣放在雲端白板好了 因為本來是放外面 我把它放到一樣的位置 這邊有個長恨哥 你們就把這個打開 這個就是我剛剛 我做的結果啦 還有我最後的這個 公式 當然如果你實在一下子沒辦法理解 沒關係你再花一點時間 那我把它放上去 你可以自己再去揣摩一下 然後呢 分成一欄OK 分成兩欄OK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把它變成 一個欄位 一個欄位呢 之前我們是利用那個 就是什麼 三字清裡面 三個字 可是如果要變成一個字 變七個字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理論上 其實這個編排方式一定有固定原理原則 所以呢我其實可以 這個當成基準 這個基準其實 前面這個編號 其實主要是決定什麼 決定說 他要取 取哪個字的位置 OK 那 他有固定的長度啦 所以每個都七個字 有沒有 這個也是 7 7乘以1嘛 總共7個字 字數的話呢 這個是7乘以2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7乘以3 一之類的 所以總字數 這個是總字數喔 可是我們要抓的是哪個字開始 所以如果是開頭的字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從1開始 然後再來這個應該是8開始 那8其實就是把1加上 7的一倍 7乘以1 那下一個的話 應該就是加上14倍15啦 15為什麼啦 15是1加上7的兩倍 然後後面這個應該是 1加上7的三倍 這個不好寫 寫得有點歪歪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理論上 上面如果要把 規則理出來 應該是 1加上7的零倍 有沒有7的零倍 所以0 123 那剛好前面是1234 所以相差1有沒有 所以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減1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 這個 這個位置 基本上呢 跟前面的邊 剛好 就是 就是相差1啦 所以我把它減掉 那根據 這樣的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 單一欄的話 那當然第1個啦 他這個MID裡面的 第一個參數跟最下面這個參數 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把它改成7 7個字 那接下來的話呢 反正 我剛剛講了 一定會是從第1個字開始 去 那 只是說後面是要加 到底7的 多少倍數啦 所以理論上 可以用這個前面這個數字 再 怎麼樣 先減掉1 因為第1次 不需要加7的 7的倍數 所以把它減掉 減掉之後後面呢 再乘上7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一欄就應該OK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 A2 現在A 那往下拉的時候 A3 那A3的話呢 2-1的話 剛好就1 1乘上7 那就加上 7的1倍 7的2倍 7的3倍 H類推 那就剛剛好我要的位置了 所以應該 可以想想看 那這個規則如果你可以理清的話 以後你要找 你的資料 自動帶到表格裡面 就不是太大問題 但前提是要固定長度的 OK好 這個做完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OK的 那他就會 幫我把資料 放在同一欄裡面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是把 上個禮拜 三字清 大概類似的概念 把它延伸 那當然 如果你說 可是我今天 我上面這邊 都 上面跟 左邊都有 編號的狀況下 我可以這樣做 可是如果 A欄不見了 D列也不見了 那我們 就可以用Column跟Row 來完成 所以如果用Column跟Row 假如要完成 剛剛一樣的結果 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Column跟Row 那Column跟Row 其實實際上你可以 之前好像是拿這個來改的 就是拿第二欄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 這個先把它滴掉 把它點兩下 你複製工作不要記得 拖拉加上Ctrl鍵按住 然後 再把那個左鍵放開 它就複製一個 這樣比較快 拖拉加Ctrl鍵 當然你也可以用 移動或複製 不過我是覺得 移動或複製這個功能 比較麻煩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改成叫Column 然後 與Row Row函數 Row函數的話 是And AndRow OK 那上禮拜講過啦 當然如果這個不要了 編號不要了 這個也不要了 不過你當然資料一定會有出錯 那如果我用Column跟Row的話 再把它刪掉一下 OK 那當然第一個 插入函數 我們可以用 查詢與參照 裡面的那個Column C開頭的 這個 那你當然 按確定 直接裡面保持空白按確定 它會抓到你現在在哪一欄 當然你向下填滿一樣 都是第一欄 那列的話呢 剛好就是 如果你假設插入一個 一樣查詢與參照 裡面的Row函數 Row 那它會參照到你現在所在儲存格 在哪一列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 參照到它 這個到底在哪一列 但你向右呢 它不會管說你 藍的部分 只會管列的部分 那問題來了 我如果希望 把剛剛的這兩個函數 再加到那個MID裡面的話 那這怎麼做 不知道 會不會同學有點 好我們先做一欄好了 一欄應該比較簡單 一欄的話呢 我們當然呢 主要是用列 用那個列 列的部分 就可以完成 那第一個插入那個 文字類的函數 用那個MID 一樣 跟剛剛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要抓什麼字 抓長橫 長橫在哪裡啊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 那就是 長橫 歌金探號 A1 那要幾個字啦 所以第三個比較簡單 七個字 我都要七個字喔 那 至於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往下填滿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抓到 我要的那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當然喔 建議啊 先把A1先鎖起來 按F4好了 就是前面 都要加淺的 不然你向下填滿它會跑 不過其實這一題應該是只要 加在那個 1前面就可以 因為我們只會向下 不會向右 所以其實 比較正確應該是只要加1就可以啦 然後哪一個字呢 那我根據RAW 所以呢 我用RAW 小刮鬍 你會發現RAW這個時候呢 它 就會 得到1 如果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往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變成說 先抓第1個字 再抓第2個字 再抓第3 可是不對啊 這規則不是我要的啊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 我剛講類似喔 先1加上 把列當成是要不要加上7的幾倍 那因為呢 現在 它開頭是第1列 所以 先把1 減掉 意思就是先把它歸零 意思說 我在第1列的時候不要加上7的倍數 所以後面加上乘以7 那當我變第2列的時候呢 我就加7的1倍 第3 剛好就加2倍 等於是說它的列 跟它要加7的幾倍剛好相差1啦 所以我把它減掉 OK 好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 就會產生那個 單一個難忘 確定好了 應該理論上這樣就OK了 就是 反正先1嘛 然後再加上7的1倍就是8 再加7的2倍就是14 再加7的3倍就是22 一直可以退 好按確定 然後往下填滿 那至於填多少 應該到100 120吧 120應該就 字數應該是120 我多拉一點啦 反正它資料如果到這邊它就會填下來 好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把長頓割的資料 分別把它做切割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應該一欄會比較簡單 可是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兩欄的話 那這又該怎麼做呢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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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